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要到我了 又到了美妆博主整活的时候 那今天就来画一个比较简单 但又带一点点万圣节氛围的小妆笼吧 眼妆可以把它稍微白一点点 选一个烟熏盘来做整体的眼妆 它这个黑色上面还硬着发 避开发字来证据眼影 可不能毁了我们的财路 透露睫毛高度 再给它预染开 看出来了吧 我们今天又画的是小烟熏 带来这颗 神通色铺在刚刚烟熏的上一层的位置 再给它慢慢的往上晕染 换把晕染刷 把边缘晕开 再拿出这盘 这次用的都是Dwellcat特斯大发明系列的一个新品 这盘的色号是如火 这个色号我先谢谢了 如一定会努力的 兼取这颗红色 换个下眼线 这颗变色我的盘子已经好看风料了 但是这种粉金绿底上加着粉金的暴散 看到吗 这里是金 这里是绿 然后呢 角度就是分 我终于拍出变色的味道在什么 糙米 这颗点在眼皮的中间 绝了 好闪 闪到万世纪走在路上就会被抓走的程度 而且我现在自然光的情况下都这么闪 天哪 这颗跟烟熏真的是绝配 今天天斜飞的睫毛 还是这颗红色 来换眼线 顺着眼尾这个睫毛的弧度 往上勾一条 再往前勾出小猫眼线的弧度 还有那种 打起那种狐媚的感觉 红黑尊都太适配了 好喜欢啊 这个戏最让我觉得牛波衣的是这块 黑色腮红 这个研究出来了 眼眼素素又被吓到 它其实是这种很自然的血色 就跟你平时这种指尖 捏出来这种血色差不多 就还蛮符合人体工学的吧 敲动还蛮适合用这种高产粉的质地 底妆后上也不用怕卡粉 直接那粉不占据配在眼下的位置 我应该不敢上手 少让肚子来试探一下 一点点 打在眼下这个位置 还蛮自然的 真的很像你自己 就是红脸的那种颜色 拿下来稍微勾一点点 给我尝吧 不然感觉中挺好长 还有这种颗 它是这种带一点细闪的柔白色 你帮它点在鼻头 它上来是这种很自然的反光点 还蛮水光的 但又不会像我之前用的断光那种 这么的夸张 可以再加一点在眼头 看 不喜欢夸张眼头的姐妹 可以看下这种 这对它两层的效果 这是有提案的效果 但不会很夸张 很生硬 眉骨也来一点 它也跟这种 撒红眼怎么说 就是非常的圆深 妈深 更偏向于是 你自己本身皮肤 可能会有的那种光泽度 来都来了 可红五线涂这一支 G73 怎么它不怎么出来 它里面是有暗藏一点 金属红扇的口 但是你可以看出 这边是有 就是金属红 那种在底下暗涌的感觉 要上嘴了 好酸滑 好想这样 下来拿块碟 拽疯了 我爱上口水 这里不是没有涂云 就是它里面的 金属红扇的反光点 好帅 好显白啊 万世杰首选家人们 普通口味可就是黑色 镇子里面藏一点金属扇 层次感觉丰富了很多 也多了这么一丢丢的神秘感 还有它和这个装面 非常搭的穿戴甲 可惜姐的甲面上 东西太多了 不然我高低上手 给你们看看 那今天的装容 就是这样子 不是上半点是打击 下半点是万世杰 这样看 有点割裂感在